大家好 又是我五哥 今天就講兩件事 首先就是近期很多人說 如何拿政府的四千元 我也不明白這個政府搞什麼 拿四千元搞這麼多東西 又有別的方案 又有這麼多漏漏漏 超級煩 又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D100呢 最近不知道 今天也有很多人傳出來 朋友傳出來說 D100就做了一個表價 就是這樣 CTP Bitly 按進去就可以幫你做 檢查到自己是否符合資格 拿四千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做 不妨在這裏做一下 這個也不錯的 很簡單幫你檢查到自己是否符合資格 有條件去拿四千元 不好意思 我也做過 不過我今天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是想說 其實這些 有些古惑招 例如Bitly 這些 其實你可以看到別人 背後的Stats 是怎樣的 那怎樣做呢 你就把這條link 照打進去 打入你的網址 後面 加一個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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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出到這個 你會看到別人 這條link 其實的Stats是怎樣的 有二十四萬四千個Click 是幾點有Click 你看到 二十三號三點 最多應該是 二十四號 即是昨天的 凌晨五點 不得意 凌晨最多人Click 一萬三千幾個Click 這樣 這樣 都幾好 因為這個 這個方法的秘技 都可以叫做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那它是很有用的 那遲些我教到做 開網店 或者想看下別人的competitor 即是對手怎樣做 怎樣run他的campaign的時候 那些廣告的時候 那你就會很有用的 那我遲些才會 慢慢教大家 怎樣用這個 不過今天 這麼巧看到有人 把連結出來 那我就有 借機會和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事緣就是這樣的 我前幾天不是說 我有個新計劃 就是這條片 就是我想年半之內 就考到 日本越來歷史的N2 那個認證 那那天開始 我就開始搜集資料 即是做一些準備 雖然我之前在Persona 就學過 但是都很多年前 那你知這些東西 不學 學了不用 就交回給MIS 那所以就要組織一下 要做些什麼 做一個計劃給自己 那你知我做事 全部都是有計劃的 即是鋪排好了 那應該怎麼做 那才一步步進行 那我想去搜集資料 那現在就很方便 因為有網絡的世界 Internet的世界 不像近似 即是每次都要去買書 或者叫朋友幫忙 那現在差不多 Youtube Google都找到很多資料 那我遲些才作出片 關於日本越南歷史 這些資料 我相信對於這些 有興趣學日文 或者同期在學日文 我知道有些網友 都開始在學日文 的同學 因為這麼巧 跟我一起都想學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看看我的資料 對大家沒有用 那這個遲些就說 是關於 考日本語能歷史的五級 即是由N5到N1 那就是因為 搜尋一下 那你知 Youtube 他經常都會推薦一些 影片給你 那就是因為我 在搜尋關於關鍵字的 那就被我無意中 就撞到 有一個叫做 Saiy的Youtuber 即是這個 他的日文很棒的 他的聲音又很甜 即是很好聽的 很溫柔的 那他有些影片 是關於學日文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 好像是1516年的時候 都去學日文 用了一年時間 就搞定了 都很厲害 那就考到N1 他又錄了一些影片 又教人家怎樣學日文 那都幾好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看一下他的影片 不錯不錯 那 不知是因為這樣呢 那今天 無緣無故 就讓我見到他 先是這裡 這個 這個Saiy 即是剛才的女生 還有他好像是他男朋友 這個 叫做Rio 他合作 我呢 就搞了一個叫做Youtuber Go 的網上課程 這樣 這樣 教人家怎樣做Youtuber 都不錯 所以我第一時間都支持了他們 都會上課堂了 接下來我都會分享一下 在那裡學會到的 坦白說 這三個月我都在不同渠道 學了很多東西 即是怎樣由零開始 不懂得拍片 錄片 怎樣製作 到現在做到個Youtube頻道出來 都叫做 遲遲你養 雖然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我都明白 所以要慢慢學 所以我都不斷想吸收一些新知識 既然他有個課程 由香港人搞 那幾好 所以我都參加了 看一下學會到新的東西 這兩位就會做教師 但未上課堂 之前我當然要搜集一下他們 這兩位Youtuber的資料 浪費完我看過 我就發一下他的頻道 那我見到 一萬一千多訂閱 那又好像不算很多 那做了多久呢 我看他都做了 好像都有幾年 看回最舊的影片 他其實是何時出片呢 兩年前就是 剛剛他考了日文之後 應該是 他剛剛考到結尾之後 就開始出來 講一些 廣東話版的 教日文那些 那這些課程都不錯 不過我又見 好像都不算很厲害 那 不過他那些 他都做得幾美的 他的Thumbnail 都做得幾好 值得學習的這些 那他是第一個教師 另一位就叫做Rio Rio我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很喜歡 我真的沒有看過他的影片 完全 不過都是喜歡一些遊戲 動漫 或者Pocketmon 那些 不過他又不算很厲害 坦白說 他只有四千多人訂閱 不過不知道 可能他有很多秘技 都不明白 那我都算是這樣 如果這樣講 相比之下都有一萬一千多 不過我知道 我的圖都是差一點 所以我始終覺得 都是做得不漂亮 這些東西很噁心 我覺得都是差一點 那我要看一看 想一些方法再改善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給我學一些新的東西都好 他的課程有個網頁 首先我不是跟他賣廣告 我不認識這兩個人 真的被我在YouTube撞到 看看 他的課程都不是貴的 800元 初班是8堂 中班是1000元 高級班是1200元 他說 可以幫你做這個廣告業配 不知道怎樣做 他還沒詳細說 那初班8堂 教什麼呢 那就一個禮拜 一堂 這樣 那 他說 應該都初加夜 我想他會教你 不需要達到YouTube Essence 還價都可以賺取收入 那就是你不需要有1000訂閱 還有不需要有4000小時的觀看 都可以賺到錢 其實都有的 我首先想到做Affili 第一 第二就是賣自己的Product 可以用Sopify 或者自己開個網站 去賣自己的Product 亦可以賺到 亦可以賺到 不知道他有什麼新招 這裏學完再分享 還有初步YouTube SEO 這個SEO也很重要 看看他有什麼新資料 還有器材和軟件 好像有些資源可以給大家用 我沒有記錯他有介紹過 好像有些Thumbnail的Template 還是軟件 他說 裝了他的班 就可以有些免費資源 他說會定期更新 好像在這裏 送YouTuber常用的素材 下載權限 還有這個一年的直播主題講座 即是有主題可以給你做 即是說直播什麼內容 這樣也挺有趣的 我想有用吧 完成第二課有200元學費津貼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有學費津貼 不知關什麼事 不知故意做完些事 就送給你 如果這樣說 只有600元 都算很便宜的 值得試一下 支持一下香港人 我覺得他這兩年青人 都挺有心 做一個這樣的講座出來 希望學到東西 學到新的東西 如果學完之後 都值得推薦 我都會再講解一下 當然不會透露別人的內容 別人都要賺錢 都比較中肯的報告 大家看看 其實他的課程值不值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學到 或者對於初階 好像我那些 新手YouTuber 是不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我會之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就想講一下這個 因為都很特別 這位兩位YouTuber 做一個新講座 其實他的講座 我覺得有少少像 之前有一個叫 WELL YouTube School 好像叫 但是那間很奇怪 看差不多有一個網頁 可能有些人未必知道 對 就是這間叫做 WELL YouTube School 他就由這位 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創留 好像是馬來西亞人 後來就去了日本 他的故事 偶然現在YouTube 都看到他有不斷出片 對 他課程好像是100元一個月 對 100元一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應該是 好像是這樣 然後我看到 其實有些出名的YouTuber 也有一個 例如Mia 還有這個 日本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 兩個都有參加 還有其他人參加 這個最近也有出現一下 他的片 在我的搜尋器 都看到 好像都幾多人有 這個是 REAL 都幾多人有參加 這個YouTuber School 但又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全部都消失了 全都兩年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間學校 有什麼問題 還是 近來沒有什麼人參加 我也覺得 是不是有些 不知道 要看了才知道 因為要看他最新的課 是怎樣的 我學完再講 希望學到一些新的課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否值得 今天講到這麼多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 拜拜